一直未用权力战斗的鹰眼 还是最强健好吗 战斗力能超越他的新角色已经登场了 自从香克斯在东海把一条左臂堵在新时代上 鹰眼就放弃与他决斗 再也没使用过权力进行战斗 在东海遇到刚出道的锁龙 用胸前的佩刀给对方上了一课 当时的锁龙也算小有名气 在鹰眼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来到顶上战争 鹰眼打算用权力战斗 他想测试与白胡子的差距 挥出的斩机被钻石乔子挡下 完全不具备斩断钻石的力量 抓捕路飞时遇到七五海胜体 仅仅用了一招便将盛名打飞 这场战斗在漫画中没有 是动画组加写 为了凸显鹰眼的实力 与花剑比斯塔战斗更像打太极 两人互相吹捧都没有权力输出 比斯塔的生命卡显示 他拥有匹迪鹰眼的剑术 略微有些不合理 还有对战达兹波尼斯 也是一刀下去 将对方砍倒在地 不过与克洛克达尔交战 鹰眼选择主动放弃 也让他的战斗力被拉低 再来看与鹰眼实力不分胜负的湘特斯 每一次出手都带着强者的震撼感 去马林泛多救路飞 瞬间移动到赤犬面前 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拯救克 吓得赤犬脸颊流出冷汗 一动也不敢动 只能乖乖看着巴基送走路飞 去和之国近海溜达 释放超远距离的霸王色 吓得大将绿牛乖乖逃走 还有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保护他 一个瞬间一动直接秒杀黄元 攻击赏金30亿的超新星姬德 红发稍微有点认真 一招神秘又是秒杀 不过在海军看来 鹰眼的实力比香克四更强 在公布鹰眼的赏金时 明确强调了他的剑术在四黄红发之上 都说越晚出现的人战斗力越强 吴老星中的光头剑是 叫赞巴龙V内斯兽狼圣 是掌管财物的武神 手中的配刀很可能是 无上大块刀出带鬼车 从吴老星的普通异机能重伤萨伯看 光头剑士的战斗力或许不低于四黄 在漫画《1086》中 神之骑士团的司令官登场 他叫费加兰德·盖林格圣 是一名身材剑朔的老者 手中拿着一把外形霸气的西洋剑 必定是一名剑士 作为伊姆王牌军团的首领 盖林格圣的战斗力比英勉强一些也很合理 从目前的剧情来看 伊姆就是最终boss 他告诉吴老星必须抓捕薇薇 这也注定了草帽团与伊姆会有一战 陆飞的对手就是伊姆大人 索隆的对手可能是吴老星中的光头剑士 也可能是神之骑士团的司令官 这两人应该就是海贼王完结前索隆的最终对手